这两天有人在推上提到这个阿旁功夫 关于这首很出名的一首妇吧 有许多不规范的叫法 你比如说叫阿旁功夫的 叫阿旁功夫的 都有 其实他说的东西跟贾怡写的这个 霍情论是一样的 感叹这么强大的一个情操 瞬间就灭了 据说彭功 造了一半就被造了 这种事儿 其实历史上也很多 我是南京人 那么南京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景点 叫岳江楼 这个楼600多年前 洪武年间就要造地基都打好了 当时还要求这个大臣 每个人写一篇这个岳江楼记 宋连写得最好 都被输入古文官职了 这个岳江楼始终没建 600多年来了 最后前几年才把他建好 这个父已经流传了600多年了 厕旁公也是一样的道理 有人说他建好了 有人说他没建好 凡是能提及这个事儿的 基本上都是把秦朝的灭亡 再感叹一遍 我们现在遇到的这个情况 也差不多一样 最近老有人提这个东西 其实是很隐晦的在表示 这个政权 基本上就兵临灭亡了 早些年就有人提出来了 中国崩溃 是吧 溃而不崩 各式各样的观点 包括一些预言 是吧 2017 2018 2020 是吧 有很多传说 其实数据这个东西 他会说话 2017年的9月28号 国资委主任 介绍了一下 十八大以来 国企改革的情况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到2016年年底 央企的总资产 是50.5万亿 比前一个五年 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前的 那个2011年 增加了80% 把国企做大做强嘛 是吧 但是另外一个数据 就很不好看 2017年的预算 是28万亿 支出大概是29万亿 那么在这个里面 他还有一个小数字 是什么呢 是国企预计上交的利税 是2338亿 你比照一下 50万亿的总资产 每年上交的利税 只有2000多亿 这就很可笑了 2011年的时候 中国的利税规模 是10万亿 2017年 7月19号 新浪财经 公布的一个数据 也是五年 内在增加到多少呢 增加到244万亿 2017年10月9号 又公布了一个数据 显示 外汇储备 是3.1万亿 查不到外债的余额 因为说法不一嘛 统计局 说的一些数字 大家也不敢看 那么我查了一下危机 大概是1.5万亿 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境外储 是1.6万亿 我查到了一个数字 很可怕 那是什么呢 那是2013年 外资在华的总资产 是32万亿人民币 折合美元是5万亿 那我们现在就看了 你现在境外储 只有1.6万亿 这5万亿美元 如何撤离呢 你储备不够啊 现在的问题 如果按经济数据来看 风险已经相当大了 这个政权极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 而且它一旦崩溃之后 有一个笑话说的挺好 你连擦屁股的纸 可能都找不到 因为我们现在 所用的卫生纸 它的原浆 是尽口的 2016年全球青年指数 中国排名在第79位 城乡收入的差距 全世界第一 税负全球第二 矿烂死亡人数 收费公路 行政成本 豆腐扎工程 每年的三公消费 都是全球第一 一半以上的人口 游离在社保之外 行政成本这么高 而且最近还出现一些 很不好的消息 公务员体系里面 有人在偷偷摸摸地 办这个公积金的提现 三天到账 经办人拿四分之一 这个消息很让人例外 因为众所周知 公务员的社保 跟老百姓 它是不一样的 他们并不交涉 他们是从财政 直接拨付的 这就意味着 他们在拿未来 他们在预知 未来的东西 说明什么呢 说明公务员在下船 他们在跑 我们这会儿可以 静下心来看一看 这个政权起头的 和结尾的两个人 都很有代表性 毛泽东的熊起来 可以把它总结为四个字 因为爱情 中共在创党之初 知识人士玩票的这种 色彩是很浓烈的 民事啊 教授啊 海归啊 青年学生啊 这个地方大豪 包括一些军队的将领 都是城堡的 很快 林汉分流 各自为了自己的需要 先后都执行了 青党分共的组长 血色之下 第一轮自查或查 中共就受到了一次血的教训 气血茂盛的中共呢 在国际 这个共运的领导之下 很快 就完成了兵变的筹谋 满世界放枪 拉杆的战窑口 类似像井冈山这一类的 山沐管地区 是吧 集成交界的这个穷枪僻壤 都是聚集的好地方 在这些地方呢 属于那种房区 交跌的 大家都不想惹事 并不一定 由地方政府去剿灭它 而大多数情况下 是赶走它 把它赶到别人的房区 不去祸害我们就行 那这个阶段 全国范围内 出现了很多 红色武装 出现了一些小的割据 甚至可能只有几个乡 一个县 一个山头 风乱叠仗的地方 政府军来剿灭呢 不太容易 地方民团又干不过它 那么完了以后 没多长时间 又出了另外一件事 叫什么呢 叫中东路战争 当时很幼稚的中共 提出了一个口号 叫武装保卫苏联 这个口号 让刚刚经历过 屠杀的中共 又流失了一些 愿意为共产主义 在中国 落地生根 而努力的 这么一些人 其中就包括 毛泽东的表弟 文强 那么1931年 成立了 瑞金 这个中华思维 这个政权 一直混到 抗战 才真正中心 在这个时期 我们看到一个人 就是苏格亚的主席 毛泽东 他自己对这段时间呢 有一个评价 他自己说他自己呢 是受到了排挤 不仅是不能正常的工作 而且还经常被批斗 所以我们就在想 问题出在哪 因为这个建立的中华思维 他是受当时还在上海的 中共中央的摇制 一直到上海待不下去了 他们搬到处去了 才完成了 对当时成立的瑞金的控制 整个这个过程中间 一直到 怎么说呢 包括长征 这个政权都没有解散 一直到37年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 到1937年的9月份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才变更为中华民国 散干凌边区政府 这个政权 这个国中之国 才算受众正情 中共成立之初啊 这个党首啊 是文化人 由国际共用的领导 本土的知识精英 工人阶级 包括这个苏联老大哥 培养了这个东方大学的高材生 一查一查地换过 最后还是没有搬过老毛 毛泽东在年少的时期呢 也是各省独立的 喊着这种口号的一个青年 他放倒了教授的女儿 当作一个垫脚石 金师就不再居不易了 有了一份比巡警 多一块钱的工作 能够混进名细圈 杨开会的爹 杨昌记教授 1920年年初过世 布告里面 罗列了29个人 其中有蔡元培 杨渡 张世昭 毛泽东 然后毛泽东是扶林回武汉 那么毛泽东在这个期间 还委托张世昭 发动名流捐款 一共筹集到两万块银元 交给毛泽东 一部分作为湖南留法的 像蔡和生啊 他们这些人的旅费 剩下的一部分呢 由毛泽东携带回湖南 作为这个活动经费 具体怎么分配的 谁也不知道 那么完了以后呢 我们可以比照一下 当时的房价 就当时这个钱是在北京 筹集的 我们比照一下北京的房价 有人推测 就是测算啊 二十年代初 就是 比如说 1919年到1920年 有几个房价的对比 有人说 大概四百块银元 就能买一套宅子 就是小的四合院 我们看一下 比较喜欢记账的一个名人 就是当时鲁迅 他记得两笔账 第一笔账呢 就是说 他帮他 这个兄弟买的房子 是一套三进的大宅子 大的四合院 花了三千多块银元 那么完了之后呢 他自己又买了一套 小的四合院 是多少钱呢 是不到一千块银元 你这样对比一下 两万块银元 在当时也是一笔巨款 如果说没有故人之情 不看在这个毛泽东 是张诗招 知交的 未来女婿的面子上 我相信 张诗招是不会办这个事 1920年的双十节 毛泽东发表了一篇文章 叫什么呢 叫反对统一 他提倡各种关上自己的门 大门以外一概不理 很新潮 现在也有人 在提倡各种独立 其实这个东西早就被完难了 民国初年各种思潮都有 毛泽东在1920年 也提出过各种独立 关起门来自己管自己的事 49年建立政权以后 毛泽东对这个张诗招 还是礼遇有加的 因为张诗招啊 这些民国过来的一些老人 他们有抽大烟的习惯 毛泽东当时委托周恩来 批了一套四合月 给张诗招 完了呢 特批张诗招可以抽鸦片 特供 一直抽到死 那么63年开始 毛泽东每年给张诗招还钱 一年还两千块 同年张诗招也奉献了自己的养旅 张含之 随时军钱 是吧 这个东西 还哪儿 外人就不太知道了 张含之呢 是国军上将 和上海一个交际花 神的孩子 托付给张诗招来寄牙 这个陈上将 412清共的时候 他是安庆 清党分共的凯博 后来做过陈主席 角总司令 最高的时候 做到过军事参议院的院长 女儿最后侍奉毛泽东 这也算是报应不少 完了以后呢 这个张含之 后来还跟这个 习家有一个交集 他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张含之后来换了一个老公 就是当时外交部部长 乔冠华 文革的时候呢 乔冠华站错队了 那文革以后 他们夫妻俩就被隔离审查了 一直拖到1982年 习仲勋代表中共中央 宣布一笔割销 这是他们两家 有交集的地方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呢 欧洲东是混广州的 职务担任的很多 主要我们现在看到的有两个 一个是农民运动讲习所 一个是代理过宣传部部长 秋收起义以后 毛泽东上了警察山 第一件事 便是娶了一个双腔女教 我们知道啊 这个刘邦起义以后 他老婆给官府抓进了大牢 毛泽东一生最爱毒屎了 按理说这一段 他应该是很清楚的 但是1927年 秋收起义 他并没有把杨开慧带在身边 1928年 毛泽东取了赫子针 1930年 也就是秋收起义 三年以后 毛泽东第二次 带人去打长沙 这个时候 一直拖到这个时候 湖南省主席何健的部下 才逮捕了杨开慧 并最后 处决了他 毛泽东没有跟杨开慧离婚 那么他又娶了赫子针 我们就要搞清楚为什么 我们知道 娶杨开慧 他获得了很多利润 没有杨开慧他爹 他认识不了这么多教授 杨开慧的爹 叫杨昌记 就是通过他 才把毛泽东介绍给你打招 李大钊当时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 所以毛泽东才能在北大图书馆 作为一个助理员 每个月才能拿八块钱 就是因为杨昌记 张世昭 才会帮毛泽东筹款 杨开慧还为毛泽东生了儿子 按理说不应该 赫子针呢 这个人在当地很出名 因为他父亲 是永兴县的一个豪生 曾经当过县长 赫子针和他的哥哥 赫敏学 妹妹赫姨 被当地人并称叫永兴三赫 412以后 因为他担任了一些党内组 所以他就跟着哥哥 带着妹妹 上了井冈山 那么毛泽东娶了他以后 他就能在井冈山站住脚踏 没多长时间 井冈山当时的土豪王 就两个土匪头的 一个袁文才 一个王祖 就被处决了 不仅被处决 而且他们部队里面 排以上的战处 被杀了40多个 剩下来有三分之一 被憋入红武军 其他的被遣散 当年在井冈山 袁文才王佐这支部队里面 有两个后来被授贤的 开国将军 一个叫张国华 这个人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进军西藏 后来打那个中印反击战的 开国中将张国华 他呢 属于那种 1929年参军 参军以后被分配到 袁文才王佐这支部队里面 真正袁文才王佐这个部队 留在红军里面 一直混到开国的 只有一个将军 叫赖春风 这个人不太聪明 他是中共军事师范大学的 最后一任校长 他的资料也查不到 基本上这段历史就被掩抹了 那么赫子珍这个人 也比较有特点 不说她是地主家的大小姐 然后参加革命工作 是吧 参加共产党 会打枪 当地还传说 她是一个双枪女将 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 谁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 她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女学生 是芬兰一个传教士 开的这个永兴女子学堂 毕业出来的 并不是我们 经常意义上面理解的 那种柴虎流 也算是 接受过现代教育 而且像她这一类的姑娘 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她跟毛泽东在一起十年 怀了九胎 生了六个孩子 我们现在知道 留下来的唯一的一个女儿 叫娇娇 小名叫娇娇 其他的要不就是宋人了 要不就是 夭折了 基本上我们现在 也查不到什么资料 贺子珍 对毛泽东在井冈山 能够站住脚 起了相当大的贡献 那么第三个女性 我们可以好好看一下 叫什么呢 叫张青 张青是1937年 进入延安的 1938年 毛泽东便娶了她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赫子珍还是她的夫人 两个人也没离婚 所以当时中共的高层 有很多不同意见 毛泽东说我久都办了 我就娶她了 你们想怎么立位 这个事儿一直落到1946年 当时的中共中央 被迫迁就她 同意了双方的这个婚姻 其实这十年时间内 人孩子都生下来 通过这个十年 这种拉锯在 甚至在这个过程中间 毛泽东还说过 你们要是不同意 我跟江青结婚 我就回家种田 其实毛泽东 会不会种田 谁都不知道 估计他真不会种 我们看到这个瑞金时期 毛泽东混得不咋地 他真正的起步 是在长征的过程中 转机出现在通道线 三人团就是 博谷 李德 周恩来 这三个人 他们自己慌了 迫于生存的压力 不得不召开了这个 中央扩大会议 把朱德 王家强 张文天 毛泽东扩大进来 然后呢 离平会议 尊与会议 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至于张国焘 其实毛章各有地盘 本来是没有交集的 长征中间的这个会师 可以算作是一个小团聚 毛泽东利用朱德 刘伯承 叶剑英 分化瓦解 也各个击破 最后把张国焘拐带 去了刘志丹的底盘 这才是真团 客场无所谓争斗 四方面军最后 陈昌昊自杀 徐向前 王树生 徐世友 最终都投靠了毛泽东 同时期 四方面军出名的一些将领 你比如像 何卫 刘世摩 叶道志 李特 黄超 于天云 于家瑟 结局都不美好 毛泽东利用了 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 就是林彪的那个唐哥 话名叫张浩 在瓦瑶宝会议上 代表共产国际表态 支持毛泽东 直接就放倒了张国焘 跟着呢 故技从业 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 刘志丹 壮烈牺牲 1937年的时候 王明 从苏联空降过来 准备押服毛泽东 可惜呢 他所可以仰葬的 28个半 布尔什维克 已经被拆散了 有一些 已经投靠了毛泽东 本土派开始崛起了 1938年 王明在苏联的靠山 米夫也倒台了 毛泽东成了中共的实际领导人 35年就开始 但是一直不往后 一直有人在冲击 王明这次冲击是最大的 那么42年 延安开始搞整风 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 可能像王世卫这一类的被杀的 但其实这个整风 它是在肃清 国际派 就是所谓的清苏派 共产国际派 那么刘少奇呢 开始造神 这个肃清余奴的工作 一直持续到1949年的 七家二中全会 到这个时候开始 毛泽东的风头 一时无两 再也无人可知了 一切的悲剧 就从这里开始 一统共党的毛泽东呢 并没有花多大力气 就获得了天下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资料 显示1945年 出关的共军分三入 加在一起 一共是13万 三年以后 四叶席卷天下的时候 号称百万 四个人都能猜得到 这不是中共在起作用 是老大哥 又现身了 我们知道 基于这个二战末期 制定的雅尔塔协议 美苏是有划分的 是有一个势力划分 美国在国共内战中 停止了对蒋介石政府的 军事援助 大英的贷款 冻结了 大英援助的武器 也不运送过来 斯大林呢 根本就没想过 要打造一个强领 所以他再三的约束 中共要化僵而止 毛泽东是执意不听 以快打慢 包夹陆地上的国君 这一段时间